在去年德國科隆 Gamescom 展中公佈的 《工人物語最新作》 雖然推出時間從今年的秋天延遲到 2020 年 不過卻也帶來新的宣傳影片以及更多的遊戲消息 讓玩家可以燒解等待的苦悶 新作故事描述在一場神秘的地震後 原本的工人被迫離開家園 前往未知的區域探索新的住所 玩家將在中世紀風格的幻想世界中探索、征服 並開拓新島嶼 開發團隊表示 遊戲將會有多種不同方式獲得勝利 像是透過戰鬥策略 玩家將操控各種不同單位去打敗敵人的軍隊 並佔領領土 另外也有光榮策略 讓玩家培養特定的英雄角色 並將他送進競技場裡 對抗對手的代表 勝利的一方將可以打擊對方陣營的士氣 並在隨後發生的叛亂中 趁機奪取領地 第三種則是信仰策略 不過詳細的內容還要等遊戲團隊後續公布 這次遊戲的製作 找回了原本一到三代的遊戲製作人主導 製作團隊表示 將會結合工人物語系列的傳統特色 以及新的遊戲系統 工人物語之父相隔數代之後重新回歸 會打造出什麼樣的全新樂趣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